有民眾從超市買了一盒雞蛋回家 連續打了三顆蛋 發現蛋裡都混雜著奇怪的黑色物質 由於最近食安問題頻傳 也讓他質疑這樣的蛋到底能不能吃呢 傳達點出其實雞蛋裡 不管出現血絲或是黑點 就是所謂的血斑蛋 主要是因為母雞的樹卵管出血所造成 只要斑點沒有超過0.3公分 把黑點挑掉還是可以正常使用 把雞蛋打入碗中準備尖刻蔥花蛋 但卻有民眾一連打了從超市買回家的三顆蛋 卻都混雜著一些奇怪的黑色物質 因為看起來就像是在蛋裡撒了黑胡椒 讓他很好奇這樣的蛋真的能吃嗎 這個是黴菌吧 通常蛋精打下去它是應該是比較乾淨 變異的細胞吧 對 現在食安問題這麼嚴重 所以難免會擔心 不少民眾看了第一直覺就是蛋已經發霉 或者是出現變異 但其實這種蛋有血字 血絲 或者是黑點的蛋又叫做血斑蛋 主要是母雞在排卵的過程 濾泡破裂或者是疏軟管摩擦出血 血液剩到蛋黃蛋白被包覆在蛋裡面 主要蛋品還是在新鮮狀況下 把血塊黑點挑掉 把蛋煮熟之後還是可以正常吃 千分之幾的機會會有這個東西 雞蛋是紅殼的那個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嚴重的話可能會有那種整個有血濕在裡面 可能有微血管破裂或怎樣那個血進去比較多才會這樣子 原則上吃下去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下次雞蛋超開 再發現自帶胡椒粒不用太緊張 但如果是斑點大於0.3公分 還有像是遇到裂殼蛋 則是可能已經遭到微生物污染 建議不要再吃 記者為了同位聖權 特朴奧斗